就是因為接觸到更高層級的比賽 所以你會更了解到自己跟其他人不足的地方 然後你就會開始利用你的譬如說修賽季 開始想辦法去把你一些不足的地方武裝好加強好 然後來迎接可能每一年新的賽季這樣子 他的個性很執著很彪悍不怕操很固執 教練最難練的部分就是我們叫做新 新最難練 就是說他的個性非常的倔強 那剛好也在這訓練過程當中這就是他的優點 因為這樣的個性所以在訓練過程當中短短的高中的三年 加上其實他今年大學畢業真正接觸籃球也只不過是七年而已 當然他也順利到能夠去到美國去拿到獎學金 我覺得很不容易 一般人大個的話在台灣是很不容易生存的 尤其現在所有的世界籃球都是後衛當道 你還是亞洲人要去美國拿長人的大個子的角色的獎學金 更不容易 每一個人都有他努力的一面 我覺得是要不要看他打這樣子的大個 他還是有認真跟努力的一面 去年疫情嘛 所以紐約其實大家也知道是最一開始也是重災區 所以回到台灣之後就是先一邊線上上課 想想把學業完成 去年剛好有那個機會可以提早投入職業聯盟 然後增加一些自己的經驗 今年就在接受特別加強了很多就是敏捷性的 跟一些協調性的訓練 跟球團接觸的時候就感覺到 球團其實是很有誠意在希望我能夠加入台中太陽 我覺得在這邊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發揮的機會 跟能夠為這個球隊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我覺得蠻吸引我的 在新的環境當中 新的球隊尤其是太陽隊 他的上場跟他的位置 他的人就在那裡 你必須要用你的實力跟你的行動 去證明你自己的價值 我希望是要用行動去證明自己 讓自己成為太陽隊裡面的核心的球員 就是Energy Guide OK Energy Guide你必須要不斷地去犧牲跟付出 球隊就是要有這樣子的一個人 我相信是要個性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希望吸取他可以持續地去保持這樣的態度 在太陽隊當中可以證明他自己